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香港沒有太特別的新聞 所以今天這集就跟大家說說台灣的新聞 不過跟台海關係沒有關係 所以不會牽涉解放軍、軍艦、海峽中線 今天就不是說這些 講一講關於台灣特別是身份認同和移民有關的新聞 第一宗新聞就是關於台灣的同胞又氣炸 究竟他們氣炸什麼呢? 是不是經常用氣炸鍋呢? 當然不是 就是講一個台灣的藝人楊勝林 講了一些言論就是 雖然我是在台北長大 但我是廣東人來的 結果台灣人聽完之後就氣炸 氣過火屎 又跳東就跳跳 另外第二宗新聞和第一宗新聞 可以說是相影成趣 因為第二宗新聞就是 香港的護士 她錯信了蔡英文的謊言 結果令到她在台灣等了半年時間 最後就發現原來自己是移民不到過去台灣 浪費了很多錢 亦都遲職 浪費了很多時間 為什麼我會說這宗新聞是相影成趣呢? 因為第一宗就是 一個台灣人 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就擺明不想再做台灣人生意 另外一個就是 說明本質上 即是19年之後 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想著死去台灣 想著找一些相同理念的人 為勞取暖 但別人呢 就算你做過護士 也不修理 大家要想一下 護士這個職業 在全世界特別是疫情還行的情況之下 這麼吃香 但以為自己是新嬌肉貴 過來台灣 但誰知道 都是不被他人去接待和待見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兩者之間的差別究竟是有多大 所以為什麼就強調是相影成趣呢? 這兩宗新聞 待會就和大家慢慢說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 訂閱讚好 喜歡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因為這幾天的影片 莫名奇妙地被限流 即是昨天說阿Mo那段影片 就正如我估計一樣 被限流 跟著剛剛那條 講關於美國內戰 特朗普 拜登那條影片 又被限流 我這條 我相信我只是講關於台灣 不好的地方的影片 並且也經常會提及到 蔡省長的名字 這條影片 也很大機會被限流 所以如果大家有幸聽到這條影片 記得多多支持 好了 我們事不宜遲 看看楊成林的新聞 楊成林在2019年下嫁給李榮浩老師之後 曾經分隔兩地超過300天 其後楊成林去到內地匯情郎 並且參與 《乘風破浪的姐姐2》 將她的演藝事業重心轉移到內地 近日有網友掘出楊成林在內地節目自稱 《我是廣東人》的影片 再次野來熱耳 楊成林有份參與 在6月開始播出 中共浙江省宣傳部文化傳播節目 叫做《環友思和遠方》 近日其中一段被網友拿出來翻炒 她和一眾嘉賓一起吃海鮮 其中一位奇怪 楊成林在台灣長大 但是這麼少吃海鮮 楊成林就說 因為小時候家境不好 吃海鮮已經比較奢侈 接下來楊成林就說 我在台北長大 但是我是一個廣東人 我來到這一檔的節目 希望和這個文化圈多些交流 覺得可以提升很多 然後學到很多智慧 因為小時候讀書真的不多 太早就出來工作 這番言論引來台灣的網友氣詐 但是楊成林過去曾多次強調自己是廣東人 而且她小時候開始廣東話都相當流利 入行後 在2008年和陳柏宇合唱廣東歌 叫做《理智宇感情》 更加時不時在演唱會和綜藝節目當中 演唱廣東話的歌曲 包括《蒙面唱張猜猜猜》 當中演唱《冷雨夜》 在2018年在香港舉行過唱的時候 也有唱出《高山低谷》和《矛盾一身》 在2020年更加突然推出一首 《我不認識你的粵語》 即是那些個人作品 其實我不明白台灣人他們有什麼資格生氣 有什麼資格 學人說氣詐 很生氣楊成林 不要楊成林 因為大家要知道 作為一個藝人 坦白一點去說 他是藝人 他就不是說我們正常人 也不是什麼普通人 其實他很坦白說就是為了賺錢 而且藝人就不是藝人本身 藝人後面還有很多經理人、廣告公司、代言等 所以就算我們眼見一個楊成林 其實就不是只有一個人 後面還有一大支軍隊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一些天王巨星藝人 看此自由 但其實他並不自由 那什麼人能夠決定楊成林的言行舉止 很明顯就是後面的資本勢力 與此同時就說 台灣和中國的市場 大家去做對比 在現在這一刻去看 哪一個市場是最有潛力 和最有能力供養起 楊成林和他背後的團隊 大家用腦袋都會想到 哪一邊有潛力的 那就選擇去投靠哪一邊 因為這個問題對於藝人來說 很現實的 就很少去提及什麼愛國與否的問題 因為他們是藝人 他們就不需要每次都要把政治立場放在臉上 但是市場如果給的錢夠多 的確是可以影響到他們的言論 其實在四五十年前 其實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因為四五十年前 台灣的經濟相對飛煌騰達 以及當時內地的娛樂圈 還未蓬勃起來的時候 就反過來 有很多香港的藝人 他們在香港獲取成就和知名度之後 他們就會願意選擇去台灣 賺錢去討好台灣的小數 當時有極少數的真心 在四五十年前就開始 愛國愛港的藝人 就是會因為覺得自己良心過意不去 所以就不會去台灣 或者高調承認自己是一個中國香港人 如果你台灣還願不願意讓我去演唱賺錢 在這個時候 台灣大多數就說不會 或者叫你 這裡有份悔過書 你願意簽了它 承認自己說錯話 你可以繼續過來台灣賺錢 這就是一個四五十年前的狀況 但是去到現在 台灣你算得上是甚麼新鮮蘿蔔皮 和一個十四億人的市場去鬥 你又沒得鬥 還有大家可以對比起 雖然台灣人 外國勢力不斷抹黑中國 就說 哎呀中國沒有言論自由的 中國你怎樣壞怎樣壞 但是對比回 你台灣以前四五十年前 經常叫人去寫甚麼悔過書 承認自己做錯話說錯話 但是中國大陸在接受台灣過來藝人的時候 從來不會因為它是新至於台灣 甚至乎它以前說過一些 我因為我是台灣人而驕傲的說話 而逼人家要寫悔過書 才容許人家打入中國的市場 沒有的 所以現在的中國 無論是我們十四億人的市場價值 和我們政府所表達的包容性 都完全是沒有得比 我們中國政府是極其包容的 不過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有些過激的言論 就算中國政府是包容你 讓你進入這個市場也好 但是市場 即是由我們每一個個體所組成的人 我們都會自自然然將一些 我們根本都不是愛中國的人 然後將這些人自然地在市場被淘汰 好了 我們再站在楊成林背後的娛樂公司 去分析一下他們怎麼看這件事 即是就算現在台灣人又氣炸了 日日都氣炸 很熱氣之後又怎樣呢 因為就算那些娛樂公司 他要求楊成林去滿足台灣人的價值觀也好 他們的思想也好 但是滿足完之後 台灣人實際上能夠貢獻到多少呢 那麼絕對是跟一個十四億的市場是沒有辦法比較 所以 以楊成林為首背後的那隊人 根本就沒有需要再去理會這一班的台灣人 但是 台灣人現在是 他又窮 又沒有能力 又很霸佔之餘 但是還是抱有著四五十年前 以為自己是老大哥時代的角度去看人 還要是覺得 楊成林你得罪我們台灣人 聽黑食吧 但是現在 根本就時勢反過來 如果被中國內地封殺 就真的聽黑食 所以為什麼羅志祥就是說 他之前有很多不好的醜聞 但是他仍然選擇捐錢給中國 你猜羅志祥不知道 他那些亂玩的醜聞 又得失了台灣人 現在又繼續捐錢給中國內地震災的時候 他不會再進一步得失台灣人嗎 他絕對知道的 但是他知道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市場 就算羅志祥再怎樣積極討好台灣的市場 也好有什麼鬼用 甚至乎 如果用黑暗公關的方式去做思考的話 對呀台灣人罵得我越金我越開心 代表了可以在中國內地變成另一則新聞 更加就是說 內地的人不懂貨的 不懂欣賞我羅志祥的 都是中國內地的網民最好 甚至乎可以因為很多台灣人罵自己 間接在自己臉上貼金也可以 所以站在藝人站在一個商業角度來說 台灣真的是一個白手套 其實跟美國對待台灣的角度是一樣的 你猜美國真的這麼關心台灣嗎 不是 只不過是想利用台灣去傷害中國的意思 對於一些台灣 而且是利益至上的藝人經理人公司 他們其實都可以透過這些公關 去透過傷害台灣人 去打入中國市場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現在台灣人真的變成在床上用的膠袋 純粹就是看看 你懂不懂得利用這件事 去為自己去謀取利潤 甚至乎各位觀眾都可以說 現在井仔都是當台灣是一件工具來賺錢 其實我也不可以說你錯 因為是真的 我現在是等於把台灣的黑暗東西 分析給各位觀眾聽 然後就 不過這條片都應該會被人打壓 賺取一個極小流量的金錢 就當作是我的囚怒 去到台灣 快要玩完的時候 大家就會見到 越來越多的台灣藝人 和台灣政客 就會高呼我是中國人 雖然這群人的食相相當噁心 我們都未必需要去接納他們 但是我們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去看去想的時候 雖然這件事樣子很噁心 別人不要尊嚴別人不要面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都絕對是一件好事 大家都肯定做過打工仔 你對下屬的口吻 和你對你老闆的口吻 都肯定很不同 就算你不是刻意做拆鞋子也好 但是你都知道 對老闆就要禮貌些 對著下屬的話 那就語氣強硬些 或者偶爾 放幾隻粗口下去 大家都會覺得無所謂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 你是掌握著哪一個人的命運 當越來越多人高呼我是中國人的話 那就代表了我們中國是越來越多人認同 是代表同意我們國家擁有足夠的實力 甚至乎能夠主宰到它的前途和命脈 這群人不會當刻為了他們的利益 就高呼自己是中國人 雖然是噁心的 食尚是肉酸的 但是呢 無論那些人是真心好 假意都好 亦都是說 我們中國真正強大起上來 這件事是絕對值得我們驕傲的 當然 市場和我們這群精明的消費者 相信亦都不難是可以分得到 哪些人是真愛國 那些人是假愛國的 到時假愛國的那群人 可能就會舔到一點點的甜頭 但將來日久見人心 這些人很快都會被市場淘汰 雖然這件聽上去就是一些娛樂新聞 但本質上都是代表了中國國力日漸強大的體現 下一件新聞 看看香港的護士究竟怎樣慘慘豬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 一名香港護士叫Michelle 仍然在台灣等待個案審批 她表示台灣是移民首選 而且當時蔡英文也公開說話去支持香港人 所以在去年年中 她就以專業移民的方式 來到她心目中跟香港同一陣型的地方 Michelle已經從事醫護行業六年了 她當初申請專業移民的要求 只需要最少兩年的相關工作經驗 並且持有香港的相關執業證書 移續居住在台灣一年 以及不得離開台灣超過三十天 便能夠申請定居 Michelle在今年申請定居 六個月後收到台灣內政部移民署發出的信件 要求她去補交相關專業考試證書 以護士來說 台灣護士國考合格證明 或是從事台灣相關工作證明至少半年的相關文件 Michelle一時之間方寸大亂 因為她根本沒有滿足別人叫她交的證書 她無奈地表示 如果妳早點說的話 我們便可以早點準備 又或者是原來有這些條件 我便可以考慮一下 是否選擇過來台灣 或是儲多些錢才過來台灣 這個Michelle坦然相當沮喪 因為本身只是預料了一年的花費 還有去到台灣又不能申請工作 那申請不到工作的話 那妳又怎樣有台灣要求的工作經驗呢 那這些東西又很愚蠢的 那妳想請人上班 那妳又要人家有工作經驗 但是人家就因為沒有工作經驗 所以來上班 結果陷入一個惡性循環 結果這個Michelle就無奈 被迫要回來香港 那她就形容 好像是執包袱走人 還有就形容台灣似乎 不太歡迎香港人過去的感覺 另外她也表示 她本身打算在10月報考台灣護士 但是發現身邊已經有不少同樣用專業移民 去到台灣的醫護被拒絕考試 原因就是因為在香港的實習內容和時數 跟台灣不一 不符合台灣方面的報考條件 Michelle就表示 其實我們香港的總實習時數 就是超過台灣的 只不過是個別的專科實習時數 就不達到她們的要求 而且我們每個人都 最少有兩年或以上的工作經驗 總之就是極度之慘 真是被人當狗這樣玩 還有這個Michelle也說 其實本身在台灣那裏做護士 都只有三四萬台幣的薪金 去到台北那邊 甚至還有可能 但是去到中部南部 就更加少錢 另外也會要求你認識台語 懂得說台語 這也是另一個問題 因此出現了恥路不通的狀況 現時這個Michelle 就處於一個進退兩難的處境 心感無奈 其實這件事上來說 真的很愚蠢 台灣也愚蠢 護士本身也愚蠢 因為站在台灣的角度去說 醫護人員是這個世界都缺的 還有香港的醫護人員 不是賣花棧花香 不是因為我做過所以我明白 是說在歐美的護士 一個對著四個病人的時候 香港公立醫院的一群 一個對著十幾二十個 那誰的工作能力厲害 大家就有眼看到 還有香港的護士 是天生懂得中文和英文的 但是對比起歐美的護士 他們就只懂得英文 一個擁有這麼大優勢 專業技能的人去到台灣 居然說不收 所以其實台灣是傻 台灣是絕對走保的 我就是說 為什麼護士是傻? 因為你本身在香港做護士 第一 你有醫療霸權可以保護你 但凡出了什麼事 高層都會幫你蓋住 只要你件事不是太大單 甚至乎很大單 死亡人的 那怎麼辦呢? 大把東西都可以不了了之 之前我也跟大家說過 不少相關醫療事故的新聞 還有在香港做護士的人工 是很好很好很好很高的 你去到台灣 可能只能賺回四分之一的人工 大家要知道 人工跌這麼多 是一件很誇張的事 原本你賺四五萬一個月 現在你只賺回萬多元一個月 你肯不肯? 我老鳳都不肯 如果我有機會賺回四五萬的話 就算你說移民去歐美也好 人工跌幅沒有在台灣跌這麼多 但是都會跌四成或者一半 那為什麼你拿著護士牌 還會選擇去移民呢? 明明香港是機會處處 現在香港護士到處都缺人 就算你是笨的 你是廢的 你是做錯過的 也好 不要緊要 大家都會收 反正出了事有人會幫忙 大家會幫忙在文件上做手腳 結果現在這個護士 不單止浪費了半年的等待時間 前前後後加上 是浪費了一年半的時間 以及浪費了很多的錢 才認識了一個大道理 原來蔡英文就是一個騙人的騙子 因為很多時候 香港人就是太過溫室小花 你在香港你就會覺得 一個政客如果他說謊 或者他競選的時候 說完些東西 幾年之後沒有實現的話 可以用很多的網上媒體 在連登開個帖 不停追擊 對他狂追猛打 要魔就可以罵到一個人下台 或者可以影響到他將來的政治生涯 再不是可以利用所謂的群眾力量 可以逼到一個政客 去兌現他的承諾 但他們似乎未經歷過台灣那種 原來說謊是可以毫無代價 毫無責任 毫無後果的政權 現在他就是親身用自己的前途 去上了一課便知道 原來台灣的政治局勢 是這麼惡劣 這麼醜陋的 九年的時候 見到蔡英文就說支持自己 但就沒有想清楚後果 也不明白這些就是一貫的台灣政客策略 就是說 我說一下而已 不關我的事 我說完就算了 暗地裡 再耍花招 這裡不行 那裡不行 就把所有人都踢走 結果這群人就傻奸奸地信了蔡英文 就算現在這個Michelle的香港護士 她在香港論壇罵蔡英文 又或者她在台灣論壇罵蔡英文 一來香港人就會笑她愚蠢 這樣都信人 減這麼多人工去別人工作 但別人都不收你 哈哈你看看你多繁殖 另外台灣人都不會支持她 因為知道這些人是過來和自己爭飯吃的 有時候看上去 受騙的那個比騙徒更混帳 但我們作為正常人 和這些人當然是不同 因為我們早就知道 這些台灣政客最喜歡說謊 但你居然願意拿自己的前途去搏 去信一個騙子 得罪說一句 和現在都願意死去KK園區那班人一樣 是不值得被人救的 這個例子不單止是護士 就算你是曾經做過公務員 或者你是做過政府外判的話 都會被台灣當局覺得 我們有證據覺得你似乎是支持中國政府 所以我們就不批理你的移民 也說他們擔心會有間諜進來台灣 踢走了很多人 用這個藉口 但是在台灣來說 因為這件事也出現了一個很矛盾的現象 如果台灣人真的這麼擔心自己這個省份 是有所謂的間諜 會被自己人統一刀的話 你說你要去抗拒一些外來人士 這個理解 但是有部分身於台灣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他們天生就愛中國 在我們眼中就是一批正常人 例如說 在佩洛西訪台期間 都有一班價值觀是正確的台灣人站出來反對 但是這班人是明刀明槍 擺明就是不喜歡你台灣 擺明就是不喜歡你蔡英文政府 但是你又不說擔心這些人會去插自己一刀 那就不踢走他 這班人仍然都繼續留在台灣 但是2019年 願意飛過去台灣那班人 相信10個或100個 面有99個都真的熱愛台灣的人 反而被他們置諸於門外 甚至是帶著專業技能 帶著錢的人 都會被台灣拒絕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看 是真的看得出頭 一些明刀明槍反台灣的人 你就歡迎他們繼續留在這裏 但是有很多真心喜歡台灣 擁護美國的人來到的時候 你又真的把他推出門外 所以我看到台灣是很愚蠢 傷害自己的東西 不斷去接納 但是對自己 站在他們角度去看 對自己有益的東西 他們反而是不要的 就是這樣 他們寧願願拿11億美金 去跟美國買些 你根本不會用的東西之餘 都不會選擇對自己的國民好些 對他們的賭民好些 所以大家是真的看到 台灣完全是一個不合常理 愚蠢 有很多荒謬的地方出現的地方 這集節目就來到這裏 我剛才一開始說過 我都預計今天這集節目 是很大機會被人限流的 我想我都應該不會猜錯的 不過就算Youtube 這幾天 就算他怎樣打壓我都好 我都會繼續努力的 大家一起努力 就這樣 拜拜